歡迎您收看突發氣象 我是安又齊 隨著罷韓投票日逐漸逼近 現在整個高雄市的這個氣氛 看起來似乎是草木皆兵 好像這個線一扯就要斷掉了 是有沒有這麼緊繃呢 不過這兩天的挺韓跟罷韓的兩方 爭鋒相對 確實又把罷韓的熱度 炒到了一個新的高點嗎 好 我們先來看國民黨的部分 哇 昨天連開了兩場記者會 指控罷韓團體疑似會選 說罷韓團體送這個洗手液 市價130塊錢 裡面還夾帶了罷韓的文宣 但是後來卻被抓包 說送這個洗手液的 根本就是一個公益社團嗎 而且這個公益社團的理事長 說他根本就不認識罷韓四君子 也就是送洗手液這件事情 跟罷韓團體根本無關嗎 好 另外就是在今天 高雄市里長莊敬勳 也是出來表示 有別的里的里民跟他爆料 說本來他們現在陸續的收到了 罷韓的通知書 可照理說大家的印象中 不是都投到這個信箱裡頭嗎 可是竟然有里長 要求當地的里民 你必須來這邊填寫這個姓名地址之後 才讓你臨走 所以這個里民就很緊張 就跟莊敬勳爆料 說現在是怎麼樣 要把我們做記號嗎 現在是要恐嚇我們自己要籌罷韓票的人嗎 好 那被指控的這個里長呢 這個他則是自己出來解釋 說我長期都是支持民進黨的啊 而且還說呢 因為以前有里民呢 就指控他說呢 怎麼會沒有收到這個投票通知單 所以呢 幾年前開始呢 他好幾次的這個選舉啊 就是都用這種方式 他說為什麼以前都沒有問題 現在就有問題呢 好 不管怎麼樣啦 就算就算這件事情是烏龍爆料 可是為什麼會搞到民眾如驚弓之鳥 難道不是因為國民黨 現在喊出了 雖然不投票 但是要監票 還進一步的喊出要監人 才讓這個高雄市的民眾人心惶惶嗎 好 但是講到這一點啊 這個根據網路媒體東森新聞的獨家爆料呢 卻表示韓國瑜的這個陣營的幕僚表示啊 韓國瑜接下來對於霸汗這件事情呢 將會採取兵處理的態度 還不是冷處理哦 是兵處理的態度 說就算罷韓過了以後呢 韓國瑜呢也都不會提出 這個什麼訴訟等等這樣的這個招數啦 可是呢 在投票過後 不管是罷免成功與否 韓國瑜真的不會變臉嗎 好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又齊 大家好 資深政議記者尚一夫 大家好 武黨籍台北市議員中小平 大家好 高雄政經理理長沈秀玲 又齊好 大家好 資深政議記者中年華 又齊好 大家好 資深政議記者吳明杰 大家好 好 當然我們一開始 還是要來關心人民的大事 這兩天呢 暴雨狂下 高雄是好多地方又都淹水了 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麼多的地方 馬路都淹成河了 那更有更多處 更不用講了 積水相當的這個嚴重 所以呢 在淹水過後呢 高雄人呢 再次的這個惱怒了 也因此呢 罷韓團體呢 當然要把握這樣的機會 更何況呢 已經進入的 將進入最後一個禮拜的時間了 所以決戰黃金州 這個罷韓團體呢 要把握最後一旅路 天天來辦活動 而且呢 在高雄市民的部分呢 也陸陸續續的 接到了這個 罷韓的通知單跟公報啦 所以呢 網友呢 就紛紛接力的呢 把他們接到的 罷韓通知單呢 碰上了這個網路 有網友說呢 就差你這一票 一定要投啊 拜託 還有網友說 就算淹水 我也要游去投啊 但是呢 就在這個時候呢 確實呢 有李明跟高雄市的 另一名這個里長 莊靖勳來爆料 說他的那個李呢 好奇怪哦 這個 罷韓的這個 通知單呢 不是都寄到信箱里嗎 但是 他說我們里長交代 要登記簽名 才可以讓住戶里 不能夠每戶 直接投信箱給住戶 有這樣的嗎 然後呢 這個里長就回他說 那應該是要讓你們確認 有收到的意思嗎 市長總統選舉有這樣嗎 結果這個民眾說 當然沒有啊 然後這個莊 里長就說 所以你拿不到選舉單嗎 那這個李明就說 管理員就說啊 是里長交代的 要先跟管理員登記 才能領啊 但是有人不知道的 那不就沒有領了嗎 好 但是呢 被指控的這個 前政區新東里的里長 陳建民呢 則是 跳出來解釋說 我是支持民進黨的耶 可是呢 這個服務工作不分藍綠嘛 那發送選舉公報通知單 要求領長簽名 是為了避免 李明沒有收到啊 過去五次大選 都是這樣處理的啊 我再不了解 為什麼遇到罷寒 就被這樣扭曲解讀啦 然後這個時候呢 高雄市的新聞局長 鄭兆新呢 也馬上跳出來 說韓事詐欺根本完全是烏龍事件 就我們所知 這個里長跟民進黨的交情 可能要比其他政黨還要多呢 好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但要講烏龍啊 國民黨是不是才真的搞了一個大烏龍呢 好 國民黨呢 昨天哇 台北高雄連開兩場記者會 要指控什麼呢 指控說呢 罷韓團體疑似會選 說這個罷韓團體送這個乾洗手啊 這個兩瓶乾洗手 這個市價要超過130塊 裡面還附上呢 這個罷免的這個文宣啊 然後呢 國民黨的立委洪孟卡還說 罷免活動以來送了不少物品啊 總價值累積起來相當可觀 讓人好奇 罷免團體背後 是不是有看不見的黑手在支持呢 然後高雄市政府的顧問 王潛秋呢 也在臉書上說 罷韓團體活動到現在 舉辦大型活動 發各種文宣贈品等等 這些投入 他們要怎麼拿回報呢 道理就在大家心中 現在更送上了價值 130元以上的洗手噴霧 這樣算不算契約會選呢 不知道 這個蔡部長就是這個法務部長 這次要怎麼說原諒呢 結果呢 是不是搞了半天 原來根本就是公益社團做的 而且這個公益社團跟罷韓團體 根本八竿子打不著 所以這是不是又是一個烏龍爆料呢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大家還是最關心 因為今天呢 這個淹水造成高雄地區 很多的災情 高雄市民現在 居然都已經懂得要苦中作樂了 高雄市28號清晨開始下起暴雨 岡山的排水系統疑似是因為阻塞 導致多個路段大淹水 民眾要出門上班才發現車道嚴重積水 宛如一條河流根本無法通行 天啊高雄市淹水淹到已經可以衝浪了 這真的還假的 問一下里長韓國瑜 2018年選上的時候 他還講喔 我就是靠這個高雄市淹水選上的 因為高雄市淹水呢 就凸顯了這個民進黨的執政 是穿著國王的新衣 結果昨天你看一大早雨燒停的時候 鄭照星也PO文啊 這個新聞局長 說你看這麼多地方水都已經退了 還PO照片出來 韓國瑜講最多就是水退得很快啊 就要問一下里長了 啊你怎麼沒感覺 澎湖水嫁才沒辦法 因為他一百零七年 是怎麼動選市長的 他就是用這個底水淹水這個部分 來接這個證據 證據市務團隊 甚至看來跟我們高雄市民說 我半年我六個月就要把水淹得好洗 還有從去年七一九 我們來討論淹水 他整個禮拜五月二十二 載度的陰 還跟那個長做立這樣 這幾天這樣 他所有共産為隆重破功 如果啦 清水嫁我可以抵制 那高雄市何必開展一個錢 就去做十五月支紅池 那清水嫁我這個 目前跟目前為止 我們全臺灣 我們所有行政修長 沒有人把清水當作是正正 在高雄送得 我們全臺也清水嫁 但是這不是政績 所以我們不要這樣說 什麼二十多年沒有沖水 好 只要我第一家的陰來 我每一年大雅秀行的高 我一年沖到座白了 這都我們裡面看到的地方 那你看我現在的夜景 自動池的夜景在這裡 我們現在沒有一個夜景有水嗎 有水 有做有差 真的是有差啦 所以我覺得說不可以再這樣 高雄送得 夜景是不是在清烏三千公里 不要再說這個啦 這沒換行 不過再問一下里長 因為今天有爆出來說 這個有這個簽證區的 這個新東里的這個里長 這個選舉公報通知單 拿到後要簽名阿溝消費者才可以領 這會不會很奇怪還是很正常 這是在我有記憶以來 我有投票款的這個過程到現在 我完全不知道說什麼 今天這個通知單 必須要去簽名簽這個簽名單 甚至我在我們正信做立場到現在 我的立場一萬一千 我相信比這里還有那麼多 因為我林口署就要那萬五人 所以我公民署投票款的 有一萬一千幾個 我們中國也不會這樣 我們剛才就是郵靈長交到他們的手中 也不用簽啊 如果大樓的他們有豪索桌 我們一堂都兩三百號碼 有才可能是農工商 時間等不到 我們都會投給林口署 就是落在信箱裡面 總之也不是這樣啦 我是覺得說 這現在有一個要爆變這個 這是我們這個 國家給我們一個選霸法 公民的一個行使公民權 是怎麼公民黨都用這些奧布這樣 不過他說他以前都是民進黨 這幾年跟政黨沒有關係吧 如果說你這張是因為這樣 你怕說有什麼困擾 你要去那裡簽這個 你要備償 我沒意見 他這也沒違反 但是如果你這有另有他圖的話 你用這個其他的 譬如說現在很多 我有這麼多消息 那個伯利的李長 或是林長 在問這個土地堂 說跟李明說什麼 這不用去抖也沒關係 不然就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跟我說什麼 靠去我那裡跟他說 白禮的 因為這個不可能 說李長 我是白禮的 我想說兩張很大張 我那個什麼會 但是我不知道要投票 我說你有拿一個 橄欖的嗎 橘色那張在土地堂 上面就有這個 土卡票所的地方 地址和河北 他說沒有 我沒看到 誰都沒看到 同地堂跟選舉公報 兩個是做會 由林長統一去發放的 為什麼沒有拿到 那現在我有一個 我比較煩惱就是說 現在很多民族老公 他們現在不知道 他們投票所在哪裡 因為我覺得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這個學校 學校在五月十千 叫你說解禁 就沒有管制 那麼四月份 我們到達局長 就韓文各學校機關說 每一個學校 只能夠出建 兩個投票所而已 我也想問 那麼你 韓國人現在五月二月 你開放八大行業 可以接住 可以去唱歌 那也是一個密集聚會的地方 你記得開放這個 但學校是一個開放的地方 你記得在四月份 你就用一個行政公文 才學中 所以說我覺得是不對 所以導致說 我們現在 我們六個 六個投票所 我們是兩腳 在我們原來的最新國中 但我們四腳必須要走到我們的 科工館 還有一個機會 對面科工館館 那麼這個對我來說 影響比較大 為什麼我們那裡 也是人口老房 那有些中壁 有些平臟不平的 或是路途比較遙遠 如果要徒步走到那邊 想要差不多半點鐘的時間 所以我們也很煩惱 你是不是降低一些 投票的速度 如果說這個 像這個 這我也覺得很懷疑 為什麼 叫做民政科 有投票人名單印章 蓋下去就知道誰去領票了 這到時候 那個什麼 姓名地址 身邊這號碼 都會在上面 然後還有一句話 統促黨的安樂總裁 第一時間就要處理 這是要處理什麼 對啊 我剛才有一個民主 就跟我 列書就說 還站在旁邊 我也要來投票 我覺得你這是在恐嚇你 如果這樣對不對 我們沒有高雄市的 警察局長 你是不是要做的 我是希望說 大家要照公平 才會選辦法來 那麼這點更奇怪 這點是哪 五月十項 這在一個 算他國民黨體系 軍事的 那裡面的廣傳 這個 他們說什麼 要徵求外監的 謝謝大家 一起挺韓國瑜 如果這是要徵求 這個監票人員 為什麼要去講這句話 這個就行政不中立了 對不對 為什麼要挺韓國瑜這一段 如果這個還更陷 這個五月十三 這個選務的人員的話 在三個月就應該要賭定了 其實還要去上課 但是咧 我們國瑜 國民黨的市議員 快點會去用這種 他要找兩千八百的 外監票的人 你還要怎麼算 不對 一千八百二十三個 內外監 讓你再找兩個好 你乘以一百二三 你也等下三千六百四十六個 那你為什麼有個兩千八百個 這個外監的人員 他做那個蕭林寶的 不過問一下這個義夫 韓國瑜現在真的也很難 進退兩難 我做可能就是 一定跟霸函有關 不過做呢 老百姓又覺得 你都沒做事 可是何以致辭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兩件事情 你個別你怎麼看 但是呢 還有一個角度說 從這兩件事情 你又怎麼看勾勒出 什麼樣的高雄市現在的氛圍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 當然韓英可以去質疑 質疑一些霸函團體 霸函團體當然也可以去質疑一些 市政作為 其實我覺得 質疑的過程當中 其實某種程度上面 其實我們司法上面 就剛剛連話說的 我覺得很多事情是 互相指控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足夠的證據 那就交給司法辦嘛 司法來釐清我也贊成是 盡速辦理盡速釐清 當然現在的氛圍 當然是你越靠近六月六號 大家的情緒當然會相對的緊繃 當然就是說除此之外 我覺得你像對立的事情等等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我的看法比較跟大必要 你說陳建民里長的那個做法 如果過去五年五次的選舉 他都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這一次就沒什麼太大爭議 就每次他都這樣做的話 沒什麼太大爭議 但是鍾雄會今天也說了 並沒有什麼微誤的狀況 但希望不要 希望以後盡量不要做這樣的事 如果他過去是這樣 這一次也這樣 當然就說我就覺得 這個的依貫力處理 其實也就沒有什麼太大爭議 因為你看得出來 你說一個里長這樣做 還是很多國民黨的里長 過去沒有這樣做 然後突然大家一起這樣做 當然爭議就很大了 如果是這個里長如果依照他的說法 五次過去都這樣問一下 五次如果都真的這樣的話 我就覺得 沒什麼好去太大的爭議 當然你說那個 你說這一邊 當然在指控指控了這一邊 當然國民黨在指控了另外一邊 但我覺得 我覺得重點是那個文宣 重點是那個文宣 其實文宣你說六月六號 大家請這個把握個人的公民權 永遠投票 我覺得沒有什麼爭議 沒有什麼爭議 那當然文宣是不是 向國民黨拿出來的那一張 如果國民黨拿出來那一張 是有爭議的 是有爭議的 那個就是有爭議的 對 重點是那個文宣 其實文宣你說六月六號 大家請這個把握個人的公民權 永遠投票 我覺得沒有什麼爭議 沒有什麼爭議 那當然文宣 是不是向國民黨拿出來的那一張 如果國民黨拿出來那一張 是有爭議的 是有爭議的 就是霸汗的文宣 對那個就是有爭議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檢察官把那個 選民裡面有收到文宣的拿出來 比對一下就知道了 這個跟那個李市長過去 是不是在初選期間曾經掛過民進黨 某立委的執行長等等 我覺得那一個當然你可以從關係上面去推論 但是違不違法的事情還是證據說謊 所以這個檢察官去調一下 而且國民黨說是有人跟他爆料嗎 誰爆料的嗎 對我覺得這個去查一下就知道 那個文宣發的文宣跟是不是那一份文宣 查一下就知道這個很快就可以釐清了 我覺得現在在當頭上 我們的司法行政上面的檢察官上面 速度能加快就加快 這個是並不難 並不難 一下就可以釐清了 我覺得並不難 就速度快一點 我覺得沒有必要去拖來拖去 當然你說藍營的人會去指控說 罷免團體 當然 基本上他們有去募款 這個引力他們都曾經公開過他們募款的事情 那當然募款結束以後 罷免案那就請有關單位 把他們的募款的狀態 跟花費的狀態抱上來 看一看就好了 我覺得現階段當然 氛圍上面就是比較激烈一點 當然你說韓國瑜的態度 韓國瑜本人的態度非常明確的 反正我就是要忍 我就是只講市政 政治外的東西我都不談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你國民黨裡面的整個的作為 能不能相對於大家所謂的一起低調 其實你看不出來低調 你看不出來低調 然後我說看不出來低調的問題就是說 你的低調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我只談市政 但是某些程度上 你去對罷韓的整個團體裡面去質疑或強烈 強烈批評對話 其實你某種程度上就不是一個冷的做法 所以我一直很懷疑 就是戰略上面是要冷 但是戰術上面好像跟戰略沒有辦法配合 你知道嗎 就作為跟戰略上面好像是有一點衝突 現在感覺冰火五重天 對 所以我就覺得有些事情我就看起來 我就覺得你這個氣氛要冷 怎麼冷下去 冷不下去嘛 就是說你的市政府顧問 包括你的國民黨的立委 一旦一直在把罷韓的一個議題炒得火熱 那我就不懂這為什麼會是一個冷的問題呢 我始終認為當然都一直在熱度上面 不過問一下這個年晃 今天大家最關心的還是這兩件事情 這到底是不是韓式詐欺出奧波 為什麼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這個投票通知單 通常都是在家裡信箱拿的 為什麼一定要這個實名制 還要填地址啊 這個姓名啊什麼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像這個里長說 對啊我真的是前面五次大選都是這樣處理的 為什麼這一次就被大家懷疑 那另外就是這個指控這個罷韓團體疑似 會選這個很嚴重 你拿出來這個證據要能說服人 那剛剛這個小平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鼓勵大家去投票啊 韓國瑜有鼓勵大家不要去投票啊 所以這個就可能是這個罷韓團體這一邊啊 要去查金流我覺得也不是不行啦 當然可以啦 但是這個理事長就已經講 我根本就不認識罷韓團體啊 所以你要查金流後面的事情 問題是你在一開始拿出來說你的證據在哪裡 你要斬釘截鐵 這個多嚴重指控啊 沒錯齁 我先跟所有高雄市的選民朋友講齁 沒有收到投票通知單也可以投票 不是問題的 你只要當天帶著你的身份證 去投票所就可以投票 那你說我沒有通知單 我不知道投票所在哪裡 沒關係 上網查就有 中選會的網站或高雄市選會網站都有 而且今年還特別搭配Google Map 讓你知道離你家大概多遠 所以不是沒有拿到投票通知單 就不能投票 這是第一個 對不要緊張 不用緊張 第二個就是說 最近韓國瑜的很多 我不敢講他違法 因為畢竟我不是司法單位 我沒有辦法認定他是否違法 但是我稱他為小動作 就是小平是籃球員很清楚 大家籃下搶籃板呢 就幹拐子 幹多了就是球員就容易衝突 就是叫小動作 就搞很多小動作 就把他的行政資源用到極致 包含最近的很多事情 你說最近這個高雄淹水會不會影響投票會 我剛剛上節目前 我的臉書收到一位年輕的朋友不到三十歲 他是北漂的年輕人 他說他本來看到韓國瑜 最近感覺他還有點認真 他想說算了不要回去投票 真假 真的 結果呢 他們家上禮拜跟今天都淹水 他媽媽打電話給他講說我們家從來沒淹過水 真假 對 他氣到了他說現在不只他 連他在一起 他們十六個北漂的青年六月六號要回高雄去投票 當然投罷免同一票 淹水會不會影響 會 所以呢國瑜機器有沒有動的厲害 有大家看最後這兩句超經典 我超愛這兩句 國瑜機器動的厲害 只有抽水機沒在動 所以會淹水 好 那再來講今天這個事情 其實是很嚴重的指控 他的指控嚴重在於說 會選 那剛好我下午來錄影前 正好跟這個 這位劉理事長 在友台有跟他連線 我問了他兩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他在發這個乾洗手的現場 有沒有告訴大家 罷免要投同意還是不同意 他說沒有 那就對了 第二個問題 他的確現場有發一張文宣 那他文宣不是國民黨記者會那一張 不是林維州手上拿的這一張 這一張是罷免的文宣 所以是蓋在同意那一格 對 這位劉理事長 他發的文宣是什麼東西呢 他發的文宣是一張 因為他說他收到很多理名跟他問說 今年投票所在哪裡我們都不知道 好像換地點 所以他印了一張文宣提醒大家說 今年投票地點有更換請大家要注意 好 這是我跟他確認的兩件事情 所以第一個他確認現場 他沒有發罷函的文宣 第二個我問他說 那現場有沒有這個相關 不管wecare公民歌草 就是主張罷函的公民團體 在現場發文宣 他說沒有 對好 這是劉理事長講的 那至於這乾洗手怎麼來的 他的說法是說 有一位熱心的企業老闆贊助的 那他五月十四號拿到這一批乾洗手 五月二十四號發 那這個這個很簡單 檢察官一查就知道 對就是你說誰嘛 誰贊助嘛 然後把那個老闆叫來問嘛 這樣就很清楚 對這個事情真相不難查 可是我今天要講的說 當你用這種規格開記者會的時候 對我請問大家 如果劉理事長所言為真 他沒有發文宣 那請問這張文宣是哪裡來的 是啊 你這樣子開記者會不會讓人家誤以為是文宣 夾著兩瓶乾洗手一起發 是啊 我第一時間看到 對我們都有這種感覺對不對 對 所以今天就有人開始有人搭 在辦柯南嘛 那這文宣這種文宣在高雄很容易拿 我想立場很清楚 在高雄到處到垃圾袋外面很多都有包這個 如果我拿一張加工呢 可不可以 我不是說林維洲你一定有加工 只是說因為你們是指控方 你必須拿出更具體的證據 我假設今天假設你拍到一段影片 或是拍到很清楚的照片 他在現場發的時候就是兩瓶乾洗手 夾一張文宣這樣發 對 那我跟你講一槍斃命 對這絕對構成匯權 因為這個金額一定超過三十塊 對問題是你你沒有這樣相關的證據 然後你現在要做這樣這麼嚴重的指控 對我認為這個事情 國民黨團他們開記者會顯然有一點點不夠嚴謹 那當然我也希望這個事情檢察官能夠快一點 把這個真相找出來 這這就是那位劉理事長他的臉書 那至於這位劉理事長他也不會言 他當時他自己在臉書貼了一張照片 他去連署了罷韓的連署 所以他是支持罷免韓國瑜的 好可是問題是我也支持罷免韓國瑜啊 那我明天如果買五十斤白米去幫助弱勢 我不可以嗎 我就變成匯權了嗎 對啊不是嗎 一個人的政治立場跟他要做公益的事情 是可以只要他沒有夾帶跟選舉或罷免相關的事情 是可以做跟他立場無關嗎 他就是沒有叫你要投哪一方 對他提醒大家去投票 這最關鍵 不可以嗎 我們選舉的競選活動到投票日前一天晚上十點嘛 那大家都知道 以前很多候選人也會玩這一招啊 我十點我隔天投票當天我不能登廣告啊 支持鍾小平一票啊 那你可以登一個廣告說 我呼籲大家別忘記出門投票 鍾小平提醒這樣不這樣不違法啊 我只是鼓勵提醒大家去投票 對我沒叫你投誰嘛 所以這個這個事情我覺得 如果希望這個案子其實很單純 一點案情不複雜 我希望熊儉在投票日前就查出個結果來 對也還給霸函團體一個工作 該有會選就依法偵辦 對那如果沒有會選你就還人家一個清白 那至於說這位劉理事長 他要不要對這個指控他的人提出相關法律說 那是他的權利 那個我就不予干涉 可是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為什麼 我講韓國瑜行政資源用到極致 這是最近高雄在發的東西 你看堆的滿滿的倉庫 叫防疫物資包 這個愛心包 防疫愛心包 對顧名思義這跟防疫有關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疫情到今天已經連續四十六天本土零確診了 你現在是要防什麼疫 這最近現在才發的 最近發的最近高雄很多他發給誰發給中低收入戶 弱勢家庭比較弱勢的家庭 那裡面內容是這些東西 是還蠻豐盛的我覺得 發給弱勢家庭 對就是有一些餅乾 夾心餅乾 有泡麵還有那種沖泡用的簡單的那種濃湯類 那這兩張是這個便利商店的五十元的提貨券 兩張各五十元等於是一百塊 所以這個這一包呢 這個總值大概差不多啦 我目測大概差不多在五六百塊左右 那你說有沒有超過三十塊一定超過 可是因為這叫高雄市政府發的嘛 我們也不能拿他怎麼樣 可是那五十元提貨券真的有點 但是又期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各級政府要照顧弱勢 我都我都非常贊成 弱勢本來就需要我們的照顧 那其實各地方政府在每年 差不多固定的時間 都會發這些愛心物資給弱勢的家庭 通常是在什麼時間呢 大概是三個比較重要節慶前 端午中秋過年 那現在離端午呢還有一個多月 今年潤四月還是高雄市政府忘記 他以為過幾天就端午節了 今年潤四月 所以端午節大概還有一個多月 離過年好像年也過很久了 這個時間點發有點奇怪 其實各地方政府在每年 差不多固定的時間 都會發這些愛心物資給弱勢的家庭 通常是在什麼時間呢 大概是三個比較重要節慶前 端午中秋過年 那現在離端午呢還有一個多月 今年潤四月還是高雄市政府忘記 他以為過幾天就端午節了 今年潤四月 所以端午節大概還有一個多月 離過年好像年也過很久了 這個時間點發有點奇怪 對 那最近高雄最重要事情是什麼 罷免投票 好這個發好 你說他有沒有違法 我不認為他會違法 但是這個就是行政資源用到極致的典型的表現 好這個發不管是社會局發或是里長委託里長去發 里長這個時候話術就很重要了 口語部隊來了 里長可以辦白臉可以辦黑臉 辦白臉怎麼辦 這位安小姐我跟你講 你看這個韓市長多照顧你們啊 好多東西啊 對啊 你看他這麼照顧你們 再給他兩年辦嘛 這個這樣辦白臉 辦黑臉是什麼呢 安小姐我跟你講 這只有韓市長當市長才有 他當不了市長 你以後就沒得領 那弱勢家庭會不會受到影響 會啊好怕 因為臺灣的經濟上弱勢相對 他也是資訊上的弱勢 那他可也許沒辦法接受那麼多很完整的訊息 當社會局的社工人員或是里長來發的時候 順便講一下 這沒有違法沒有任何犯法的問題 順便講一下的時候 會不會對他們造成影響 會我認為是會的 那這個就達到韓國瑜要降低投票率的目的 他最近做的所有的每一件事情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同意罷免韓國瑜的投票率低於百分之二十五 這樣他就過關了 所以這件事情最近的確從最近兩方的一些交鋒來看 現在在高雄的確是蠻緊繃的 對啊 就是支持的支持方也很緊張 反對方也很緊張 那也許到最後可能就是差距真的不大 不敢過於不過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韓國瑜你要冷凍也可以 你要冷凍就不要搞這些小動作 搶籃板就搶籃板幹嘛幹拐子 而且不是要冰處理 對那冷凍這個這個不叫冷處理 這不叫冰處理 那你要正面對決也可以 就大家就正面對決嘛 你標個三分我也標個三分 大家就正面對決嘛 你不要跟人家講說我要正面對決 就你在人家扯人家短褲 或是給人家喝癢 我覺得這不是男子安大丈夫的做法 不過問一下這個小平 你看這個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淹水這個情況 所以現在罷韓團體是把握了這個機會跟民怨 現在要天天接下來辦活動 韓國瑜怎麼接招之外呢 另外這個除了剛剛我們特別 提到的李長竟然要這個李明簽名 還有填地址之後才能夠拿到這個通知 但到底奇不奇怪 那另外就是國民黨昨天連開兩場記者會 指控巴韓團體疑似會選的這個案子 到底是不是一個烏龍爆料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先來看一下雙方的攻防 凡事詐欺 要求李明要寫住址及簽名 這才能領取我覺得是非常的不妥 一個變相的讓李明亮票 歷屆要選舉的時候 我每一次就會拜託李長 你不要信箱給我亂投 因為信箱很容易被人家回收掉 是且代號幾號幾號而已 這沒有各自問題 李長呢跟民進黨好朋友的交情 可能比其他政黨還要多 所以呢這樣的指責 完全是一個狀況外的烏龍爆料 所有的乾洗手單價都是在79元到139元不等 我想這是非常嚴重 大家都知道30塊錢以上就已經是違反懸罷法 屬於會選了 那這個東西價值是超過200塊的 很明顯的會選 洗手液的一個所謂的買票的一個過程 包括了金流到底哪裡來 包括了這個發放洗手液的人 他實際上的政黨傾向到底為何 我們霸函團體我想會比國民黨團 更希望查得清楚 呼籲司法檢警 盡速調查 還霸函團體一個清白 同時 包括這個非法動用上議員 破議員的市府行政資源 來公然的反罷免 把整個市政府當成反罷免辦公室的 加益的行為 我們也希望檢警機關來 來盡速的加益查辦 好 問一下這個小評 公民割草行動 這個臉書社團 就特別去把這個送的乾洗手找出來 結果發現上面是一個什麼 宋愛社區發展協會所送的 而且上面也沒有說 你要去投挺韓票還罷韓票 只告訴你說 到底有哪些投開票所 然後大家六月六號 可以永遠去投票 就這樣而已啊 這樣子有算會選協議嗎 而且更扯的是 既然扯到罷韓團體 要跟罷韓團體有關啊 那理事長說我根本就不認識罷韓團體 什麼四君子 我們從來也沒有過過交情 那如果真的是烏龍 國民黨要不要道歉啊 我看烏不烏龍 是檢察官查 可是這完全不合乎常理 怎麼說呢 宋愛協會理事長長久以來 劉嘉瑜是支持民進黨 趙天玲說 我們議員藍軍的高雄市議員指控說 他是趙天玲的服務處執行長 趙天玲的回應說 他不是我服務處執行長 然後可是他回應怎麼回應趙天玲 他說他不是我辦公室的助理 你是不是沒有領錢 我們都當過議員 偏不了內行人 你沒有領錢 地方有沒有掛名過 我知道 就表示我沒有說 在乎領不領錢 是不是真的助理關係密密切 這是我的經驗所談的 第一 第二他當過小英姐妹會的男子的會長 這個有沒有 我就回答這個 好再來 今天宋愛協會錢哪裡來 檢察官要查的 第二他今天有沒有夾帶文宣 有夾帶就Bingo了 就不用討論對不對 那就中獎了 可能被起訴等 可是他花一百多塊 遠超過三十塊的 這個贈品的時候 那個乾洗手 他說六六號要投票 韓國瑜說過不要投票 六六號投票就是要幹掉韓國瑜 怎麼可以用韓國瑜講說要到 他只有說要不要去投票 他也沒說你要去投 投票韓國瑜說 大家不要出來投票 出來投票就是要幹掉韓國瑜 所以說要出來投票的 就通通都涉嫌過 就是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我沒有這樣講 我只是提供我的邏輯 你在你的節目 就像韓國瑜是法律 我只是議員 我沒有辦法那麼 我只講那個趨勢跟方向 然後跟律營關機很密切 就請簡藍官去查 什麼可以用韓國瑜講說要到 他只有說要不要去投票 他也沒說你要去投 投票韓國瑜說 大家不要出來投票 出來投票就是要幹掉韓國瑜 所以說要出來投票的 就通通都涉嫌過 就是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我沒有這樣講 我只是提供我的邏輯 我只講那個趨勢跟方向 然後跟律營關機很密切 就請簡藍官去查 然後這個宋愛協會 宋愛協會 那你現場為什麼要講六二六號 要去投票 應該宋愛協會 大家發揮愛 應該是說好話 做好事存好心 這應該講這種話 這個劉天佑 這樣講對不對 這第一件事 第二法務部的logo 那還有法務部的市長說 三十塊以上是個基本的標準 我講我個人的經驗 我五年前選議員連任 我特別要挑二十九塊的米 一公斤不到 我就被傳三刺起來很快 那我就明明三十塊以下 那三十塊以上 怎麼又變成到一百多塊 距離很寬 怎麼會變成不是絕對的標準 就請他去查 第二我們今天是我們冷靜 我們期待罷韓團體是個豬隊友 他犯錯這就是犯錯 第二個犯錯就是 法務部的logo 你怎麼可以用 然後更好笑 法務部長那個蔡部長又說 這個logo 哎呀反正該原諒就原諒 平常心啊 為什麼要原諒 這也是這也對韓國瑜有利 這個第二個第三 好我講韓國瑜的做法 如果我是政治招心 我是韓國瑜 我會怎麼做 就是那個公報有沒有 他歷年都這樣做 可是在這個時候 你既然低調到底 我們要使出韓兵長 他們使出火焰長 好不好 冰點 真的要冰處理 當然嘛 冰處理冷處理更好 冷處理是二十二度嘛 常溫嘛 冰是零度以下嘛 冰下去哎呀氣消消嘛 沒那麼恨嘛 就相對好一點 我是一向主張 割派到底 我從我到晚在節目 都這樣 有些人拆開買一下 就又鷹派又到底 總之現在冰處理 韓兵長是對的 好 然後呢 而且這個事情啊 就跟他講以前都這樣處理 可是我冰到底 你還是塞信箱這個理 高雄每個都塞信箱公報通知 投票所知所在對不對 投票 這樣就是喊兵長 這是我建議他做 然後呢 最後一週 說罷安團體使出渾身解數 所以他要使出更厲害的招數 罷安團一波接一波 特別六月五號 要在美麗島那邊去拜 那那邊想起什麼 一想起陳菊的受難 二想起國民黨的白色恐怖 三想起陳菊 呂秀蓮等人 對於人權的奮鬥 那這就是激化藍綠啊 就是火焰長啊 他們很厲害好不好 你以為那個營利他們是吃素的 可是不管怎樣那也都是事實啊 是是是實 激化大家都沒有這沒有辦法 這本來就個數 你熱到底 那我冰到底嗎 希望你然後冰火五重天之後 然後低空掠過嗎 我想是這樣 還有監票不監人 我請韓國瑜的陣營改變策略 撤銷一千八百人的監票部隊 監票連監票都不要 有監票就會被罷安團 認為是在監人 那就好像另類的藍色恐怖 我跟你講沒有人會作弊的 公務員不會為誰而去坐牢的 真的是那個是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還得了 所以宣布一千八百個志工解散 也不監票 再再使出第二掌的寒冰掌 然後全部全部全部降溫 降下來我給他建議 我認為這樣對他是好的 最後我要講 使出最後一個殺手劍 那個王金平的本土藍形象 王金平投票罷免 你做因為你去選中 就錯了嘛 今天降低仇恨 是唯一讓他低空掠過九十一聲的 唯一的方法 王金平是有降溫的作用 他號稱高雄沙士降溫 降低溫 然後王金平是本土藍是高雄藍 然後他的人情是農會系統 加上我們里長的每個 你們不要再逼王金平好不好 他都被人家欺負 你們還要叫人家出來講話 不是不是我今天他去不去 我沒有辦法判斷 上一副比我更懂王金平 他更熟 我只想講的是 只對韓國瑜有幫助的人 事務方法 然後呢 他是全民進黨 要罷免韓國瑜的 要去投贊成票的人 最不討厭的國民黨 他就有降溫的工人 然後蕭漢俊他們動員農會什麼 什麼那個細部東西 李乾隆很厲害 能幹李乾隆的口說不對 用拜託的給我一個面子 給韓國瑜一個機會 低調低調再低調 謙卑謙卑再謙卑 最後講最後講一句話 什麼話呢 韓國瑜宣布 我只做一任 我不尋求連任 他連任也連任不了 這就是 那你這樣會說 那明明就連任不了 你講的話有什麼用 我跟你講這就是有用 殺人不過頭點地 我都不連任了 這要兩年半 我選總統不對 我以贖罪的精神 然後粉身碎骨 來報效高雄市 對我的厚愛 以及我 以及我的贖罪的 我更努力 努力從功 來報答大家 給我兩年半 最後的機會 我認為這樣可以低空掠過 有驚而無險 好 但是呢我們來看一下 高雄市 為什麼現在氛圍是這麼的緊張 從這個事情來看得出來 因為昨天不是給大家看嗎 就是有這個挺霸函的 這個粉絲團就PO出了 這一張照片 是左營男子相親的力挺支持 這個韓市長這樣的一個布條 所以就為什麼要貼這個 他們就質疑了 為什麼他的可以掛 霸函的就要拆 所以就有網友說 草包只會拆這個霸函的看板 中鬼布條草包愛的咧 還有網友很生氣的說 不好意思喔 左營男子人物 不是連署罷免分數最多的嗎 要不要是不是搞錯了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也因此這個李明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去領一個這個 這個投票通知書 我要這個寫姓名 我還要寫地址 是不是我要被做記號了 是不是你們要盯罷函的人 所以這邊的民眾會這樣講 然後另外呢 藍印這邊的人就覺得 你看抓到了 你們在發什麼東西 你們是不是有會選的嫌疑 為什麼整個氣氛會變這樣 可是定宇你很生氣啊 你說這個藍印指控的 這個大韓團體疑事會選 根本就自導自演喔 我先講 如果六月六號的這個投票率很高 然後這個投票會通過的話 我覺得高雄市民應該打一個牌匾 公在高雄送給韓國瑜 現在能夠討論度那麼高 是韓國瑜造成的 剛才在討論 剛才藝副來講說韓國瑜本人想要冷 那一定 可是韓國瑜團隊 除非韓國瑜跟我講說 你的團隊你控制不了 否則去查人家砍棒 去告這個事情 甚至於希望這個暫時停止投票 到所有的紛爭 都是韓國瑜用起來的啊 我們常常說指最經典的 五塊霸函的帆布掉在那個牆上 根本沒有人看得到 也沒有人記得住 你去給他拆下來之後 全高雄市人都在談這個事情 電視至少討論一個禮拜 那五塊那個帆布 能夠創造那麼高的價值 第一工程是高雄市政府嘛 那除非你韓國瑜說市政府不歸我管 那個公務局長該死不關我的事 所以整個熱起來其實是韓國瑜造成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面對這個指控 昨天國民黨的指控的那個 貼在我們立法院的那個後面的背板 是這樣寫的喔 罷韓團體送兩百元乾洗手 會選這一段話只有一個字 一段是真的叫兩百元乾洗手 其他都不存在 比方說罷韓團體後來今天發現 叫做宋愛社區發展協會 這個團體從以前談到現在 他什麼時候成為罷韓團體過 沒有沒有 第二個會選 會選就是說我送你的對價關係 要你去投給某一個人 或者投某一種方向 事實上這一個罷韓團體 或者說你這個協會 他所做的事情是鼓勵投票 而且還不是他做的 是里長 里長結合這個活動 鼓勵大家踴躍投票 為什麼要鼓勵呢 因為那個里內的投票所 被韓國瑜弄到換地方了 對全部都換地方了 你知道這一次高雄的投票所 有三百個地點 是跟原來投票習慣不一樣的 像我自己住在住在我家那邊 我每次投票 我其實那個通知單位 沒有在看 我們就在帶著 看電視你注意看 投票通知單就算發給你 有人會仔細去看裡面在哪裡的 比較少 我們拿著就像我家在 在我們家旁邊那個武德宮廟裡面 蠻固定的 所以我每次拿著就去投 劉洛克給我換掉 委屈 怎麼都沒有人 那結果是怎麼樣 他會不會再認真去找 有時候就不投了 垂活受害就算了嘛 沒有那麼強的意願嘛 所以妨礙投票反而是 韓國瑜民政局的操作 那這他換了地方 所以這一個 那剛才曉明說 哇你這個人是誰的助理什麼 我先不講那個是真是假 這個指控的基本命題是 有沒有一個團體送兩百塊的東西 要大家去罷免韓國瑜 這才是根本命題 可是當這個團體出來之後 國民黨的陣營從立法院到地方的議會 都不再講那個兩百元然後送東西罷免 都在講說 呀你那個李市長是綠的 我拜託你去看一下選舉公報 這個李市長參選過李長 是用五黨的 民進黨如果他是綠的 或者你說他是民進黨的 民進黨就不提名人 暗中自殺就好了 我們提名了一個民進黨里長候選人 跟他兩個一起落選 當選的是另外一個五黨籍的 里長候選人 所以抓頭抓尾在殺名 他是五黨籍的 那我們都知道地方的選舉 不管選議員選李長 或者甚至去到選立委 這同一個人有受支持藍有受支持綠 因為地方的關係人際關係 層層疊疊 所以我根本不管他是什麼顏色 你的團體有沒有做花兩百塊錢的東西 叫人家去罷韓或挺韓 這個都違法 那如果只是呼籲踴躍投票 你請你告訴我 每一次選委會都還有開廣告 請大家踴躍投票 連公務員呼籲踴躍投票都不違法了 為什麼法 是韓國瑜不正常 叫大家不要去投票 呼籲踴躍投票 但我沒有講到投給誰 這個是選委會每年都會做的 一般里長去鼓勵這個 甚至於投票當天 你用宣傳車拍出來說 各位理論 你比較認真投票的 不違法 那不做愛心 為什麼鼓勵投票呢 他怎麼不做愛心 他送給大家消毒的東西 現在是防疫期間 你們那個有一個 專門在送什麼神水的 難道他是在匯選嗎 沒有韓國瑜現在還在送防疫包 你如果他跟我講這個的話 我跟你講 韓國瑜在送防疫包 那個連結更強 那個送神水的那個集團 有沒有支持韓國瑜 有吧 一路栽培起來的 送那個神水 還沒有那個醫療字號 根本違法在送 那我可不可以指控他 你送神水 是在妨礙高雄市的罷免 我也可以這樣指控 因為高雄市送了多少罐 你知道嗎 你現在就知道 我幾個你在送的 我都說防疫就好 但是你今天要指控別人 你要紮紮實的證據 所以委員這張很重要喔 如果有加這一張 就是會選喔 第二個指控喔 人家有名有信喔 有一個大方廣財 大方廣財燒團隊 裡面一個藝術家叫許曹 顏舞許日照曹 他是有名有姓自己 PO臉書 後來還有 我看好幾家媒體都引用 所以我現在是引用 媒體的報導 他說什麼 他說喔 去指控的 國民黨的市議員 他寫出他以前他是立委 就是指控罷韓團體 受乾洗手這個東西 其中放在那個 酒精瓶上的那個文宣 是去撕下罷韓團體的文宣 他自己造假貼上去的 這個是嚴控的指控 我覺得邱宇軒如果被冤枉 你要趕快說明 去告他 第二個 他說然後貼完之後 沒有用錄影的 找一個人來配合 錄那一段聲音 這個人是具名指控 對 那具名指控 加上這個 宋愛社區發展協會 他以前從頭到尾 也不是霸韓團體 他自己也直接講 他們跟霸韓團體根本不熟 第三個 要求鼓勵踊躍投票的 是當地里長配合這個活動 對 而指控方呢 有一段影像檔 其實有被人截下來 就是開著車 那個行車監視監路器 有拍到他們在發的時候 你會仔細看到 其實他們就是報那些 拿那些東西 並沒有什麼一張一張的紙 所以如果國民黨要指控 到目前為止 你指控的團體 不是霸韓團體 你指控的團體 他沒有在匯選 然後接下來反而有民眾 叫取槽 指控你們是把人家霸韓團體的 辯造貼上去 而且錄音檔是找人來串通 本來這樣子是被你侮辱的人 可以告你妨礙名譽 可是你還把他拿到地檢署去檢舉 按鈴嘛 這個罪就很多了 你是意圖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 或者查辦不實的時候 這是偽造文書罪公訴罪 所以高雄地檢署的檢察官 既連昨天高雄市議會 國民黨團這麼不忌諱 要求你速辦 你先辦這件 真的要趕快查 這件確定是不是邱怡先偽造的 對 第二個 如果不是也要還他清白 對 如果不是還邱怡先清白 把這個取槽辦起來 因為這個很嚴重 然後再來 這個宋愛協會 人家有沒有匯選 沒有的話也要還他七白 對 都是 今天我揭露這一段 這一段也不是我的本事 其實網路都有了 林維舟怎麼講 林維舟今天都改口 昨天她是講說 爸你到底送兩百元 然後最後說 我這個是真的 如果不是真的 你可以告我誣告 我看你最好是自己去自首誤告算的 今天在改口說 哎呀 檢察官要查明 有就有 沒有就還人家清白 你今天生嫂跟詹不一樣 可見我在猜 林維舟是人家給他資料 就像當時的 汽車上面裝了什麼 追蹤器一樣 那兩個豬頭 講豬頭不好 這個豬也是有生命的 那兩位 第一個講什麼 齁 謝龍介我親眼看到 那你眼睛可能變龍眼了嘛 因為健看到內不在嘛 第二個另外一個 議員陳立娜吧 有到最後 我聽她講的 所以這一個指控這麼大 如果依照我的習慣 要指控這麼重要的事情 而且這麼大的政治事件 你所有的證據要扎扎實實 對 我沒有看到扎實的東西 反而讓人家看見一個雙標 兩套標準 本來大選結束 台灣人有一個習慣 就算不掉就好了 所以很多官司學格 選完都沒事 就算了不夠了 甚至檢察官都很厲害 現在檢察官都不傳 等你們都選完了 來要不要和解 好握手結束 根本不用寫那麼多文 本來在根據台灣人的習慣 會冷卻下來 又加上後面那麼大的 疫情的事情 你根本就沒有心思 在處理這事情 韓國瑜是不是從上法院告 他的陳雄文主委 還要寄回去叫人家簽名 開始大家說 靠人在奧布呢 到拆帆布 拉到一個高點 我爸以為那是高點了 現在到處還掛這個布條 又做這種錯誤指控 那這個禮拜光討論這些事情 就可以討論到六月五號 對 不會死得奇怪 所以我真的不懂 我是覺得韓國瑜 是很不想做高級指導 你覺得韓國瑜死病了 不是 我搞不懂 我判斷罷韓的 要過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我真的判斷沒有那麼簡單 要六十多萬人才有機會 但是你要叫六十萬人去罷免一個人 那要很大的動力 那本來我覺得不太樂觀 我最近看到這些租隊友搞這些事情 你每一次惹怒一些人 那至於那個里長說去另外一里 說去領那些選票通知單 什麼的就要簽名 就算他以前都這麼做 還是不對 不對就是不對 你不可以叫去簽名這個東西 我們在公告選舉人名單 在區公所都不能操錄 你怎麼聽到要簽名這個東西 哪怕你以前是挺綠的 不對還是不對 跟你挺誰無關 是一個錯誤的事情 倒是現在高雄市今天有一個人去提告 他住鳳山領到男子的投票通知單 這個才叫奧布你知道 這一張這一張這一張 住鳳山拿到小港的 這太離譜了吧 六張喔 六張喔 我跟妳講 他還小的拿出來講說 他才會通知我去小港的投票 他如果沒有疑問 投票那天他公告不賠償 真的騎奧布 騎到小港的投票 又被他趕回來 你覺得他還會繼續投 那這個就做錯嘛 再來 本來我們在寄投票通知單 里長應該有印象 都要兩禮拜以前 對 今年十天來 這些才叫做行政刁難 然後再加上有一些 你總是有些資源跟民政局要的嘛 那好了我就配合一下 有發公報 沒有發投票通知書 或者在發的時候 這沒問題 加這幾個 所有的高雄市民 如果有人加這幾個 就是妨礙選舉 我不知道檢舉有金或金或金或金 但是這是不對的事情 所以怎麼會 怎麼會把小港的寄到鳳山 那我們看一下搞不好 這電視播出之後 齊山還寄到鋼山 那就騎到鋼山 在山上騎到海邊 還好沒有寄到竹山 那個竹山在變成縣市 那這就是一個 那太誇張了 那就是藍營的縣市場共謀 真的 我們不這樣想 就是說他的選物瑕疵 跟選物的怠惰 才真的是在刁難 另外這一個齁 這一個民政局的人 民政科的人 大概是區公所 說大家去注意 有誰來投票 馬上通知什麼呢 白狼 通知統促黨的張安樂總裁 他會第一時間處理 你要怎麼處理啊 對啊 我覺得這個東西 警政局應該調張安樂來講 張安樂冤枉的大人 那個科長亂講 那就好辦了 把科長找來 把這一個IP的人找來 憑什麼我去投票 有一個人要馬上處理我 我不管投贊成或投反對 那是台灣的民主的權 然後這兩天 至少掌握三場參會 警政局講的 三場參會 跟統治黨有關係 跟高雄市罷免有關係 如果一個選舉 要回到那個黑道 那是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地方在買票 是一邊掛一個步驟 這邊掛一支槍 然後你有太錢喔 票沒開出來 你要走路喔 我們要回到那個時代嗎 所以張安樂會不會到 這麼low的程式 我不知道 但這個要辦一下 不過我們就來看一下 其實白狼張安樂 是有回應的 而且韓國瑜現在罷免 確實他最怕的 就是豬隊友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看看這些 原本要挺韓國瑜的 這些說法 說這個高雄人 這個是好山洞的啦 沒血沒累啦 那我們也要問 高雄人到底 招誰惹誰了 我們來聽聽他們怎麼講 鋼鐵韓粉杏仁哥 之前講說霸凌韓市長 就是霸凌高雄市民 到底誰在霸凌高雄市民 後來杏仁哥還找了 這個杏仁媽來銅框直播 杏仁媽呢 先把這個韓國瑜 大讚一番之後呢 說你們霸韓的人 要留一點良心 看兒孫長大 不要說夭壽啦 無量無心 天空都在看啦 做戰以後 還要被你們罷免 高雄人真的是沒血沒累啊 到底是不是高雄人 另外呢 這個要罷韓的都是圖謀不軌嗎 孫大謙呢 就在臉書上呢 po說這個什麼罷韓國家隊 說光復高雄呢 根本就是為了民進黨 不只是阿姑要回來了 過去長期壟斷高雄利益的肉燙集團 也要回來了 而且大家還記得嗎 之前呢這個新蘭的資深媒體人李燕秋說 高雄人對韓國瑜落跑 求高位是很生氣的 所以韓國瑜應該要請辭 但是沒想到李燕秋現在去改口了 李燕秋在臉書上說呢 改口的原因是因為國家隊介入太嚴重 仇恨動員遠遠超過理性辯證 還說這十天 韓國瑜呢目前唯一能做的 已經不是陸瓶燈亮清水溝了 而是要從情感變來訴求高雄市民 讓他做完這一任吧 所以呢從李燕秋的說法 跟之前說韓國瑜呢 望之不似人均的這個趙少康 看起來呢泛蘭似乎 現在的言論呢都看得出來陸續歸隊了嗎 好而且呢在國民黨的這個部分呢 是不是也因為現在這些人陸續歸隊了 現在要全黨揪一人了 要搶救韓大兵了 這是國民黨的人士表示呢 因為有中常委建議 說呢下禮拜的這個中常會應該要停開 南下全力協助韓國瑜 或者是呢選擇中常會移師高雄 所以最後呢國民黨的這個黨中央選擇的是 下週停開中常會 然後黨中央呢集體南下要挺這個韓國瑜 而且呢在本週的中常會上呢 這個國民黨主席江啟成呢 還特別跟高雄市民感話 說懇求高雄鄉親投票前可以重新思考 再給韓國瑜一次機會 而且之前韓國瑜不是說嗎 這個王靖民緊要關頭的時候 他就會出手 意思就是會挺我韓國瑜啊 可是呢這個親王人士呢私底下就說 當時是因為你韓國瑜人在現場他不好意思啊 後來就有人私下去問王金平要不要幫助韓國瑜 據說王金平回應該不會啦 我都已經是退休的人了要怎麼幫 要幫什麼 言下之意王金平真的其實是不想幫的嘛 而且呢還這個警政署長不是南下高雄的時候爆料嗎 說他有聽聞黑道要出動來監票 不過同處黨主席白狼說我對罷韓沒興趣 我根本就不會介入啦 而且這個時候介入只會對罷韓更不利而已啦 好但是真的不會介入嘛 那另外呢韓國瑜的下一步呢 按照這個網路媒體一擊者對新聞雲的這個獨家爆料 說韓國瑜的幕僚表示在罷韓案裡頭 韓國瑜唯一出手的一次就是5月15號呼籲不要投票 談話之後呢他就並處理整起事件 可是沒有出手的話剛剛大家都提到猜看板啊 還有警方警釘的罷韓是怎麼回事喔 那韓英人士還接著說了 如果到時候呢真的被罷免成功了 韓國瑜也傾向呢不會採取任何的動作 欸真的是這樣嗎 來啦同樣是高雄人啦問一下你中啦 罷韓的人要留一點良心看 怕說長大啦不要說夭壽沒良沒心 替光都在看 韓國瑜做這麼好還被人罷 高雄人那沒話沒話喔 搖捏搖捏 我剛才有一個例子 他問我們年長在本土地盤 土地盤問他一個隔壁一個九十幾位阿伯 他說阿伯這個土地盤要幹什麼 他說這個土地盤要太甘心 甘心不能讓你洗乾啦 你這樣啦降溫啦 真的 我要補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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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都不要去高雄出卡手啦 甚至當中央啦 奇怪咧 你都說呼籲要冷處理啦 要叫說那個要停函這裡 不要出來翻譜啦 你說你要去停函啦 那是要叫這八十九萬人 這裡要等到不投一百名 這樣 但是這樣你下去不夠快 如果不對 我是方向說 你不要再去高雄了啦 你就是冷處理就好了啦 因為喔 像剛才我補充這個 那個中大哥說 這個防疫物資包 這也是 這也是我覺得他 他他就是很卑鄙耶 這條件是什麼 公益裁券淫餘基金 這個是每一年的話 中央都會以英語的那個比例分配 給全那個臺灣的各縣市嘛 高雄給了多少 高千九百幾萬啦 對 他就用這個 他用這個防疫包嘛 那一收不少錢的喔 跟他兩張 那超商的李卷就一百塊 那吉他家 一百米就不用那百幾塊嘛 那一份 差不多七八百塊的價錢 結果你記得用一張什麼 韓國瑜市長問候卡在上面 你為什麼不清楚講說 這個來源是來自於說 我們公益的分配基金啊 他都不說啊 甚至更嚴重的說 我們吉利啦 我們六四號 有夠多貨 有夠百貨呢 是怎麼說 全頂區的位置都發到你 在辦公室這樣看 但是我們家 我不知道保援啦 但是我吉利啦 為什麼會有在民族社區 活動中心在發放 就在這禮拜你嘛 三十一號早上嘛 為什麼沒有經過里長辦公室 這邊我來處理呢 因為那是我的民眾喔 你給他在那 對面的你 拜兵海 妖孽阿炮 真的有夠 真的有夠可惡的啦 你說我們把百貨人說 我們就是 跟百貨人喔 我告訴你 我們高市民現在是怎樣 我們這家不跟百貨人 對不對 我們兩年多一 我們還有百貨人 兩年多一來啦 你看看 我們高雄市啦 我是在地的高雄人 2018 一百零七年對不對 這是評比耶 高雄市是最適合造訪的城市 排名世界第五名喔 四五名的 但是一百零七年喔 叫我們這家 韓國瑜說什麼 高雄又老又窮又醜啊 這樣啦 還有你用這樣騙到這三票 你的動産高市長 你如果說 你說什麼 你所說的啦 高雄八大財 哪有呢 八大財 我告訴你 現在看到一個 因為韓國瑜動産 來發大財 剛才跟我說 你如果說我對不對 我從今天開始 我就沒有百貨人了 你剛才跟我說 你因為什麼東西 來發大財的 你說什麼 高雄飲水 你賣到要死嘛 對不對 你一二七年賣到要死嘛 再來你現在這兩天 破公了嘛 還有迪士尼 你說要收地 不再做嘛 你摩天輪也沒辦法 因為你就沒有 沒有礙標 沒有用那種企劃輸水嘛 你是不是去摩天輪啦 你說什麼 這個水中企劃 是你自己想想的嘛 你說你補一萬塊五百的湘涵 再來 李農威水你集團說什麼 沒有啦 市長補兩百三十六個而已啦 你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扔子其代言 你叫什麼人 那個什麼 白彬彬啦 張立民青啦 你是哪一間做中的啦 你說你沒有考慮二零二零年 你的野生要做嘛 是不是這樣說 來 我們的英雄長 公司市長要做上 我們的市長做這麼多 高雄突出總管 我們的亞洲西灣區 我要跟大家說 我在十幾年前 我在做中間的時候 亞洲西灣區就是我們參與的 一個建設 我都去民眾說 你怎麼經常站在這裡 是我們高雄市的都市重鎮的安裝 這是一個過程 你說什麼 我們的圖書館什麼 這都都市也對不對 跟韓國就知道什麼 你現在又 我們陸屏燈亮水溝清 那個不是政績啦 你看我把市民別人說 我們278萬人 我們市民老闆 你今天插個行動 本來他一檔 上兩百六十二天的工作而已 但是 他一年有十四天的年假 有七天的市假 但是 他在這幾年的十月以前 他就已經簽到二十五天了 那麼肥燈總統呢 他還簽五十幾天嘛 他只累積起來 一千八十八天啦 你如果插個行動 我每三天就一天啦 結果他一國而已多少薪水 他只要他的市長的薪水 一國月十九萬過六千 他的特資費 一國月十四萬過四千 他一國而已三十一萬喔 結果呢 他每三天就一天 結果你再用下去嗎 你薪水還付出來嗎 大家考慮就好了嘛 是不是 不過問一下這個年晃啦 你看其實韓國瑜在這一次 這個水患來的時候 這個禮拜尤其今天行程滿檔 可是如果是以前大家都會覺得 市長這樣做是應該的 而且很好啊 可是現在大家就覺得 你做這樣已經來不及了 其實這兩天最多拿來比較 就是把韓國瑜拿來跟陳時中比較 那當然這個起源在哪裡呢 在韓國瑜上個禮拜講了 我跟市府首長犧牲休假 那個週末的時候 已經淹成那個樣子 所以大家忍不住 拿沒有休假的陳時中來比一比 那你怎麼看 韓國瑜現在這樣的一個處境 再加上這一些這個租隊友 好就算光復高雄 說順大千獎的 是為了民進黨回來的人 人民現在要選擇哪一邊 你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他們 這個戰術很清楚 我看看最近國民黨這些 比較深藍的朋友的氛圍 其實很像總統選舉 今年一月十一號剛結束的總統選舉前的 就是很接近總統選舉的時候 就是回歸到還是一樣 就是大家回歸藍綠了 雖然說這個罷免他的發起並跟 並不是民進黨員發起 你看嘛 李彥秋之前講過說二階段連署完 你就要自己下臺了 就現在說 因為國家機器動得很厲害 對 那包含趙浩康 他們其實這些人在國民黨初選階段 都挺郭台銘的 對啊 到後來也都挺韓國瑜啊 就回歸到他個人的意識形態 這也沒什麼不對啦 可是越這樣子 對韓國瑜其實越不利 尤其韓國瑜如果說他要冷處理 或是叫兵處理好了 那你國民黨 下禮拜中常會幹嘛去高雄 幹嘛停開 這哪招啊 我開始懷疑國民黨人有一股力量 希望韓國瑜快點被罷免掉 而且在高雄國民黨整個下去好嗎 很好很好很好 鼓勵鼓勵 最好最好中常會搬到高雄去開 你要冷處理是什麼意思 冷處理就是說 我希望高雄市民大家忘記 根本沒這件事情發生嘛 可是就整個 從開拆第一面廣告看板到現在 我們看起來 大多數的高雄市民都知道六月六號 有罷免投票這件事情了嘛 所以你現在冷處理的條件 已經不存在了 冷處理的條件已經完全不存在 我認為這是韓國瑜犯的一個非常 戰略上很嚴重的錯誤 就你已經沒有冷處理的條件 那你就要想辦法怎麼樣去讓自己過關 那用的這些方法我都覺得很奇怪 特別要講說我我們犧牲休假 對 如果要講休假這件事情 全中華民國今年以來休假最少的人 就他 就他 有誰休假比他少 真的 對不對有誰休假比他少 你看過哪一個中華民國政務官 網友是留言說 部長你快去睡啊 對啊 一般我們也政府 你現在是在睡的嗎 對 他不是說部長你快去睡好嗎 那你政務官本來就是這樣 當市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這不是形容詞喔 這兩天的高雄市民 真的是陷於水深之中喔 對 你還在計較說有沒有休假 你覺得高雄市民聽到之後 正常的高雄市民我們不要講說特別喜歡 或特別討厭韓國瑜的 對 就正常的高雄市民聽到之後 他做何感想 可能我們家在喝大水 有可能我去上班的路都喝水 我可能要撩水去上班 去到辦公室 腳又垃圾又炒 又沒問題的人洗腳 那我聽到市長講說 這兩天我們都放棄休假 你覺得他六月六號會不會想去投票 真的應該會蠻想去投那一票 我真的還沒有看過那種淹大水的時候 有政務官說我今天放棄休假來 韓國瑜第一個吧 對啊我覺得他他身邊到底有沒有幕僚 我覺得真的 就算沒有幕僚你身為父母官 一個正常人應該也不會講這樣的話 一個正常人應該不會講這樣的話 而且你想想看 高雄市政府這兩天應變我覺得真的不及格 昨天跟今天下雨都是發生在上班前 然後那個雨量的確也還蠻大的 那你防災中心二級開設 你高雄市政府的防災中心 不是說我擺個防災中心 貼個牌子寫二級開設 然後一堆人排排站 排排座坐在裡面 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請問高雄市政府從頭到頭有沒有想過 在上班前下這麼大雨 市區好幾個地方 主要馬路都在積水 那上班上課的人怎麼辦 有沒有人想到過 你有沒有考慮過說 是不是今天就停止上班上課半天 讓某些區嘛 因為這都授權地方 縣市首長可以決定了 你可以你有沒有想過說 那是不是某些區 我們今天半天就不要上班上課了 讓大家不要那麼危險 冒著生命危險去去上班上課 你不是說市長坐在那邊 因為韓國瑜大概很怕被罵 因為第一次上禮拜他沒有做 沒有去被罵了 然後昨天就趕快跑去坐嘛 你變成說你去也不對 不去也不對 重點不在於市長去不去 你今天市長如果不在房災中心 但是高雄市的災情處理得非常的快速 所以也如你講的退得很快 沒有人會在乎市長有沒有 沒有坐在房災中心裡面 就像這一次的疫情 有沒有人在乎過蘇貞昌 為什麼你沒有在這個房災中心當指揮官 對啊沒有人在乎嘛 因為陳時中就做得很好了嘛 就不會有人去計較這個事情嘛 所以選民其實是看結果 那今天我認為高雄市今天走到現在 其實到此刻為止啦 會不會投票大概都已經決定了 支持或反對也大概都決定了 關鍵還是在於就當天的天氣啦 你如果像昨天跟今天下這種雨的話 那韓國瑜大概就會很高興 因為他想過過來一半 大概他可能真的會去房災中心了 就心情很好的去房災中心 跪關啊跪關啊 那如果天氣還不錯 那對韓國瑜來講可能會非常的不妙 不過我覺得今天楊秋信又補一槍 還蠻蠻毒的 楊秋信今天講的臉書寫了六點 其他五點他以前都講過 有一點我很好奇 我也很好奇 我知道你要講哪一個 就是三間房子的事情嘛對不對 原來他另外去租了三間房子 他在左營租三間房子 楊秋信這樣講 他在左營租三間房子 我們在今天之前都只知道 韓國瑜在左營高鐵站附近 有租了一間房子 那我們也體諒他 他夫妻相隔兩地嘛 左營搭高鐵去雲林比較快 也就算了 你放著市長官邸不住 也就算了 你一個人要租三間房子 要做什麼 對啊神神秘密的 如果楊秋信講的是錯的 高雄市政府應該趕快提告 對啊 或是叫這個韓國瑜或新聞局長 趕快出來講說 我們兵處理 兵處理 那兵處理那我就當真 那我就只好當真了嘛 因為韓國瑜還是兵處理 只有他自己知道嗎 我不會知道嗎 對 好 那楊秋信講是真的 那你為什麼租三間房子咧 他例如說狡兔三窟 他不知道怎麼睡 他整個睡 他整個睡 而且我真的不懂 他租三間房子的目的 到底在哪裡 對 難道是做居家隔離嗎 防疫 居家隔離嗎 要隔離到這麼徹底嗎 我覺得這個事情非常離奇 那大家接下來就會想到的問題 第一個那房租誰幫你付 是啊 你不可以用公堂 因為你有市場關底 是你自己不住的 那房租誰幫你付 那在高雄 就算房租比臺北便宜 在左營的地方租三間房子一個月 大概也要快十萬的開銷吧 對啊 市長有一個薪水也沒多少 差不多十九萬左右 那房租誰幫你付 那如果是有人贊助 這個不行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面對的問題 接下來還會更多 最後王金平我補充一句 我有一個前國民黨的立委 他說他昨天有打電話給王院長 說你到底有沒有幫韓國瑜 韓國瑜說他沒電話給我 可是他們兩之前有見面 韓國瑜說他當我的面說必要的時候 他說在那之後就再也沒聯絡了 所以那你覺得王院長會不會幫忙 我看是我拜託國民黨 不要再消費王金平了 已經被你們吞打到有狗了 真的 問一下這個小平 你怎麼看這些人出招 孫大謙 然後李燕秋還有個信任媽 不是要冰處理 你也支持冰處理 那另外就是說白狼說我對爸還沒興趣 我根本不會介入你相信嗎 我先講李燕秋招高他們的想法 他們算經濟欄跟知識欄 他們本來是不支持韓國瑜 甚至唐江龍常 每天每日一黑對不對 可是後來因為血濃於水 藍軍還是緊緊的凝聚 這個比找理由說什麼 國家機器好多了 是然後呢最後最後剩下他們是討厭死了宋楚瑜 他們認為宋楚瑜是是背叛藍軍 是跟李登輝掛鉤的 我這歷史的脈絡才是真正 心裡最深層的真正的想法 你扯太遠我們現在講韓國瑜 對我知道 那我講他們的動機 那現在呢最後血濃於水 還是要回頭支持韓國瑜 從總統到現在 我認為李燕秋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人 這就是冰處理啊 我的想法跟李燕秋如出一轍啊 因為只有我沒有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南極冰 北極冰就是零下 南極曾經零下七十幾度過 最冷 越冷越不會被罷免掉 越熱就越被罷免掉 只是我覺得很怪的是 我同意商業福講的是什麼呢 他定調冰處理主帥 那為什麼這些局長還在熱處理 因為局長都知道他騙人的 那就那就 講不下去了 不是那就對幹到底 顯然 顯然韓國瑜知道對幹到底 猜看盤這些都是錯的 對不對 現在才知道錯 他也知道馬英九主動要幫他 不要 然後江濟成要幫他 不要 因為他知道變成藍綠對決 是不利的 因為高雄的藍綠的版圖啊 是六五三五 三十五當然是越冷越好 六十五是越熱越好 因為民進黨罷免他人比較多嘛 那個分母數 那李燕秋說 叫他做一任就好 這完全正確啊 我只做一任 反正他剩兩年了 算得了我們就不要出門 大大的降低 這也是罷免他人最怕的一句話 就是李燕秋跟我們共同的想法 我們兩個不認識 所以我們想法一致 這就是南極的兵處理 零下七十八度的處理 幾乎全世界最低溫 然後呢 我講韓是不可以被罷免掉 就藍軍的立場 我是五黨藍軍嘛 最好在國民黨裡面被打壓得很厲害 挺坎坷的 可是藍就是藍嘛 那李燕秋說 叫他做一任就好 這完全正確啊 我說我只做一任 反正他剩兩年了 算得了我們就不要出門 大大的降低 這也是罷免他人裡最怕的一句話 就是李燕秋跟我們共同的想法 我們兩個不認識 所以我們想法一致 這就是南極的兵處理 零下七十八度的處理 幾乎全世界最低溫 然後呢 我講韓是不可以被罷免掉 就藍軍的立場 我是五黨藍軍嘛 最好在國民黨裡面 被打壓得很厲害 挺坎坷的 可是藍就是藍嘛 不過我請李長回應 稍微回應一下 韓國瑜提出 如果他真的最後關頭講了 我就只做一任 拜託大家給我機會 就突然這樣 沒有 現在 高友人的憤怒 我們都一定 我們都一定隱藏 我們的情緒 你知道嗎 現在不論韓粉跟我說什麼 我都給他出手 我都注意 不然你們的子孫 絲絲帶都像韓國瑜一樣 這麼優秀 我們就是臀倫 我們都跟人家 人家找到那一天 那麼你還真的一定 人家找到那天 不管是要扣 要扣 還是要咀嚼 他要做一年 我絕對投票 祷告 因為他很離譜 韓國瑜的路評 什麼電腦水果青 我最近數據反映 這也是我今天帶來 這是高雄市 199945專線通報 這都有記錄 每個都有通報案件 這是市民反映道路不平的地方 你看看數據 106年我們全年度 通報的 4230件 107年全年度 7267件 還有 108年度 他以為10月而已 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五件 你說你今天 你有錄片嗎 我們的路 很多都 像波浪這樣 都用樣板的 倒露出來 像今天 江山的友情路 又破了一個天坑 對啊 你說你在清水工嗎 今天你記得 鋼山一會嗎 五天營兩倍 到現在他們大支支 還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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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坐車以前 都還沒有退水 連續五天 煙兩次 對嗎 家欣喬就不要說了 所以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基因 那是天爺 你的國瑜書 我都要用一個罷免 你的聯署 但是 我看到你過年沒有 你刺不下去 你爬樹幹看樹洞 因為 還有你知道 像我現在倒楣嗎 對不對 誰拒斷的 他自己摔倒的 自己摔倒的 而且那個 養公室馬上去處理 然後你看看昨天 他柏山行政中心 前面有那個農宿 那幾十年了 也倒楣了 聽說 居民議論分分 對啊 這是不是天意 我不知道 後來 那個大支 那個瓦處街 你又大 所以你韓國就走去廟 在拜拜 他更好笑 居民 常常在生火 早在拜拜 他說 我在為那個民眾 祈求他們的生家平安 我一覺他可能怕 他現在怕那個對不對 我國瑜宿也倒 我那些穿的衣服也倒 為什麼要倒在別的地方 剛好都是你所接觸的地方 這是什麼 他心動怕 他去拜佛祭 保庇自己 來問一下這個義夫 韓國瑜當然怕 你看王金平本來不是說 當他的面還講說最後關頭的時候 可能可以幫個忙 可是現在私底下是說 我都已經退休了 我要幫什麼 這真的是王院長的心聲嗎 當然這場選戰 大家打得都很激烈 剛才定義也在說 口語不對 去發通知單的時候 你不要投 但是剛才里長也說 發通知單說要殺奸層 對不對 我也覺得同樣發奸通知單 如果說是說不投票的話 是不對 殺奸層也不對啊 民眾講的 那是九十二歲的阿伯講的 你剛才說發通知 把那個紀錄拿出來掉 發通知 人家問說這個要幹什麼 殺 人家說發通知 沒有人家是兩個鄰居 在聊天的 你把那個調出來 如果不是這樣 那你講精準一點 因為我覺得民主就是 開大門走大路 包括曹恩恆龍那個Line 我們都不應該 不能這樣做 不應該這樣做 曹恩龍不應該 那個是不當行為 那個是不當行為 陳毅甄說 陳毅甄說 要去看看哪些人投票 我們也覺得 民主政治不應該這樣說 我也說過 監票不監人 你可以到開票的時候 到投票所去看大家 開票的過程 但監人絕對不是民主程序 我覺得不管任何事情 不管是罷免案 或是選舉案 我都主張一件事 開大門走大路 那現階段為止 當然你說 國民黨中常會 要不要下去開 這不是找韓國瑜麻煩嗎 找韓國瑜麻煩 好 然後其實你說什麼 剛才小平說 馬英九要主動下去 韓國瑜說 馬英九說要主動下去嗎 新聞講 之前的吧 我歡迎 但是這個除了韓國瑜之外 我們今天必須來關心一下 國家的這個前途 這個是更重要的事情 因為最近 不只是我們的這個外交部長 很多的這個國際媒體 都在關心中國現在 真的想對台灣做什麼嗎 我們可以看到 共軍出動了兩艘航母 要進行軍演 軍演的內容 是要奪東沙島 可是有可能奪東沙島之後 是實質地奪 而且接下來青台 我們看到現在傳出 中共解放軍計劃 8月在南海的區域 進行奪島登陸的演習 而且以東沙巡島 作為這個想定的這個對象 日本的共同社最先報導說 對 有消息人士透露 中國解放軍是規劃 8月份要在靠近 中國南海的區域 舉行奪取東沙巡島的 大規模登陸演習 那英國太陽報更報導 中國呢不只是打算投入 山東 遼寧兩艘的這個航母 要在東沙島附近演習 而且甚至可能藉由演習 實質地奪取台灣 現在這個在台灣手上的 東沙巡島之後 進而入侵台灣 那到底有沒有可能 英國劍橋大學的學者 就表示了 香港現在淪陷了 國際社會呢 必須要制裁中國 讓他付出嚴重的代價 如果不讓中國覺得痛 中國恐怕會因為自己的成功 而進行瘋狂 下一步呢 可能就是要進攻台灣了 不過最讓人震驚的 還是外交部長吳釗燮 他在接受美國的這個 福斯新聞專訪的時候 特別提到 如果香港倒下 中國政府在香港施行國安法之後 我們不知道 下一步會怎麼樣 很可能就是台灣了 那國防部的這個 軍政部部長也回應 其實對軍人來說 中共從來沒有放棄 以武力犯台 只是在什麼時機 但國軍的整備作為 一直都在為此做準備 那當然大家最關心了 如果對岸攻過來 有沒有人願意回營待命啊 網友很有趣 很多網友說我願意 還有網友說願不願意 你沒當過兵喔 還有網友說 開戰的時候全台灣都是戰場 哪裡還有意願的問題呢 好 而且呢 真的沒在怕的嗎 解放軍飛彈百好百滿 但是我們即將有飛彈量產 而且射成職工共軍的這個基地 這個是這個雲風飛彈 由這個熊山飛彈發展而來的 這個很厲害喔 據說這個中程飛彈 四月底試射已經成功了 二零二一年 就即將進行量產的這個計畫 射成呢 這個長達一千五到兩千公里 這也是這個我方的第一次承認 確實有雲風飛彈的 這樣的一個試射成功 那前美軍的這個印太司令呢 則是這個恫嚇中國 中國如果動念想要武力犯台 就會催生東亞北約 美國就必須讓中國知道 動武的風險有多大 問一下這個明傑啦 首先這個吳釗燮想這個話說 大家嚇一跳 原來那個中國政府 這個香港施行國安法之後 可能下一步入侵台灣 竟然連這個英國的這個太陽報都報導 在這個奪取東沙島演習之後 中共可能是實時奪取 接下來就入侵台灣 有這個可能嗎 那放在台灣的這個立場上 我們有沒有辦法 跟他們做應對 我想大的架構趨勢來講 吳釗燮的說法 我想當然這個國際都看到 習近平強硬出手在處理香港問題 對 那的確在對台 這個以武力犯台的這一個可能性來講 當然在過去來講是相對提升 對 那因為香港跟台灣 基本上還是有存亡此寒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的確他這個強硬的姿態 會讓國際也包含我們自己內部會認為說 他的可能用武力的處理台灣問題的這個可能性 相較於過去的確是升高 但是升高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覺得還要持續觀察 但是不管他升高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基本上 事實上我們都是從小背下大的 每天國軍都在戰備 那不是一兩天的事情 所以在看待這個事情 即便武力犯台可能性升高 我覺得我們應該還是可以冷靜來應變 那回到剛剛談 而且我們現在軍力跟以前已經大不相同了 好軍力大家有補充 我先談一下東沙的這個演習這個消息 我覺得這消息是弄到後來是有點混亂 必須把他講這個澄清一下 某些部分 就是說是不是會有兩艘的航母 我們最近觀察事實上的確 他的遼寧號山東號近期 前幾天大概已經出他的這個 一艘在大連一艘青島 都出他的這個港口 在做相關的演訓 那山東號002 基本上他上面目前沒有艦載機 但是可能未來他在渤海灣那個區域會做一個這個 艦載機著陸的訓練 那換句話說 就是說山東號事實上他都還沒有真正形成戰力 那遼寧艦來講 他基本上還是一艘訓練艦 好那你今天說八月的南海的軍演 有沒有可能動用到這兩艘 當然這個可能性不能排除 即便他是做一個軍演跟訓練 但是有沒有可能拿來說對東沙進行奪倒 對 事實上這個完全軍事上用途是不一樣的 基本上解放軍他打造遼寧號山東號 他目的是為了針對美軍做反介入 他的真正要這個 在譬如說這個用武力犯台的時候 這兩艘艦要嘛擺在南北 要嘛擺在臺灣東側 他不會去直接去拿去奪東沙 事實上你們看到川普政府這一年來釋出 所謂他要在亞太加速部署 所謂的中程的彈道飛彈 跟陸基型的戰斧巡弋飛彈 對其實東沙島是一個非常好的點 但是東沙島現在是臺灣 在在這個掌管我們的主權 那解放軍某個程度 事實上他應該蠻擔心東沙島 萬一被這個譬如說臺灣出界給美國 來部署這種陸基型的戰斧巡弋飛彈 事實上直接就在這個中國的大門口 插滿了飛彈對著他 對他來講 在戰略上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所以或許某個程度先丟這個訊息 當然他某個程度他要警告美國 就是說你跟臺灣不要走太近 否則我就拿東沙 但同樣的這個是一個套套邏輯 就是說因果關係 你今天如果解放軍拿東沙 事實上這個訂閱委員很清楚 我們過去也去採訪過東沙 他就是一個島礁 那不大那地勢很平坦 事實上他是義工難守 誰都拿得下來 說句實在話 中等規模的一個兵力 其實不難不難 因為他地勢太平坦了 那所以事實上拿得下來又如何 你能不能守得住 解放軍拿下來 別人也可以隨時拿回來 所以你今天去拿東沙 事實上我覺得是自己製造麻煩 製造政治的問題 所以東沙跟太平島 我們過去也思考說 為什麼不讓陸戰隊 重新回去束手 為什麼不在島上布滿了 我們有這麼多的飛彈熊二熊三天空二天空三 通風放上去 不是我們的威嚇力就加大 那某個程度 當然我們不希望跟解放軍一樣 是在中共的這個南海的島礁軍事化 導致說一個軍事擴張 所以我們用的海巡署去守 以民對他軍這是一個國際戰略問題 那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就是說 奪東沙島 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假議題 但不能排除 他今天如果是要對台以戰逼合 以戰逼降 他可能用拿東沙造成你的這個政治上的一個負擔 這不可能 但是軍事上對他來講有沒有價值 沒有價值 因為那個區域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今天你去拿東沙 事實上對他來講 直接拿下台灣東沙跟太平島都是他的 他何須多此一舉 拿下台灣難多了好嗎 但是問題是說 你造成的國際社會的關注 同樣你這是一個戰爭行為 你付出的代價是一樣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就基本上東沙這個問題他可以丟出來 然後就讓你台灣感覺到這個受到驚嚇 或者是擔心 那同時也是在警告這個美國相關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政治的這個含義比較高 那軍事上我倒覺得 當然我們還是加強我們的束手 所以我們今天國防部也有談到 我們在東沙還是有相關的防衛計畫 那有歸復作戰 就是說我們的陸戰隊 事實上你今天解放軍拿下 我們的陸戰隊是有能力把它拿回來的 絕對沒有問題 東沙是相對比較容易 因為他離台灣 離高雄來講 他比如說四百四十公里 基本上還是在我們F16的一個航程 空中的掩護航程中 那太平島我就不敢說 那當然同樣的就是說 這個東沙問題之外 他接下來很多的軍演 我覺得的確會展開 那譬如說南海的軍演一定會有 那相對於南海軍演為什麼八月 我們看到事實上美軍他在夏威夷 也準備弄一個環太平洋軍演 也是八月 今年中共 中國是被踢出名單之外 沒有 所以他二十五國跟這個亞太的盟國 跟美國在夏威夷 這個太平洋軍演 那解放軍孤零零的 他就在南海搞他的軍演 那表示南海是他的 他的主權範圍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一路下來 事實上你像這一個美軍的 這一個航母戰鬥群 事實上已經恢復戰力了 前幾天我們看到他特別從正面空拍下去 雷根號 那艦載機FA18包含 譬如說EAG這個FA EAG18這種電戰機 一架一架要擺的這個 擺好擺滿 擺好擺滿 讓你屬於機架 上面這個掛單多少 那相較於你看到這個遼寧號 跟山東號幾次出來 上面艦載機沒幾架空空的 基本上都就是告訴你 他也是在做一個戰略威責 就告訴你說我的這個軍力在亞太的 這個部署已經恢復戰力 那所以同時接下來我們就看到 美軍在南海也會跟多國 包含澳洲也好 日本也好 像前兩天已經在跟新加坡做聯合軍演 一連串一定到這個接到八月的環太平洋軍演 所以整個上情勢上來講 就是說當然我們會認為說 目前來說 你要二零二零中國對臺動武 我覺得對他來講 事實上是歷來最不利的一個時間點 因為你因為武漢肺炎的問題 全球反中的問題 然後你看前幾天還中印邊界都發生問題 你看川普為什麼很高興說 馬上我來居中協調 我的想法他應該會跟印度講說你趕快打 因為這樣對這個中國 就形成一個包夾的一個態勢 那還有南海問題周邊國家的問題 那對臺灣來講 我覺得坦白講二零二零年 如果真的中國要武力犯臺 對我們來講不見得是不利的時間 因為臺灣在過去來講 你像過去美國歐巴馬政府 他是這個比較相對於這個 川普來講是親中的 國際對臺灣臺海的情勢 關注比較少 今年因為我們防疫成功 國際這個這麼矚目 那我們看到美軍最近在亞太做的動作 事實上是對中國有非常大的威脅 他的B1B的這個飛行的航路 如果講白了 他那個譬如說像昨天那一次 也飛了東海一次 進入東海ADIZ 然後往北飛 繞日本本週一圈 那個在做什麼 他掛滿了他這個機附 可以帶二十四枚的JASSM-1R 一千公里的遠距的 這個逆中的公路 的公路路 那他在做什麼 他掛滿了他這個機附 可以帶二十四枚的JASSM-1R 這種長射程 一千公里的遠距離 這個逆中的公路 他飛了那個航路 事實上就是在演練 從哪個地方發射這樣的飛彈 去直接是可以直接打擊到北京的 所以你看然後前天南海 飛南海兩架 他就接近逼近香港 這都有戰略威脊的這個意味 最後總結 基本上來講 我們自己國造的飛彈 當然我們有一定的防衛能力 但是譬如說我比我能講 比較目前比較確實 譬如說今天國防部有證實說 我們要採購這個所謂陸基型的魚叉飛彈 過去我們有空射有建設有淺射 那未來可能路上也會有機動發射車 那配合我們的熊二熊三飛彈 臺灣是一個非常綿密的一個防空 也好制海也好的飛彈防禦網 那至於雲峰飛彈 這要問王定玉委員 因為我過去基本上來講 這都是傳聞中的飛彈 還沒有看到國防部有證實 但是我們當然希望有這樣的一個 有效嚇阻的一個戰力 但是事實上他是不是明年量產 這個部分我覺得要請教 國防立委比較清楚 不過聽完明傑講了以後 我都覺得來吧 怕什麼 但是問王定玉委員 這個雲峰飛彈到底有多麼的厲害 而且到底這個中國到現在 親台的可能性有多高 第一個我們在假想戰爭的時候 都要用最壞的狀況去思考 國家才會安全 你不能假設對方好慈悲 對方叫做馬寶國 一打三拳就倒了 不能去假設這個 雖然他可能是 一定要用最差的狀況去 提高自己防衛能力 對 我不能講雲峰飛彈的細節 我只能告訴我們國人要有信心 台灣擁有的飛彈的品質 實力跟距離 比揭露的好太多了 所以那個不是問題 我另外再講個例子 他如果真的把雙航母 拿來直接攻打 東沙也好 或什麼樣的 那就是提早宣布兩個 航母要報廢 他如果真的把那兩個航母 就放在東沙那裡 然後進行艦載機 做攻擊 你發動戰爭行為 我們的防衛行為就是自衛 對 那這兩台 就提早報廢變廢鐵 這個信心一定有 百分之一百有 他不敢 雙航母如果擺那裡 你演習 我們台灣不是一個好戰的國家 我們的國軍建立起來 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國人 我們和平不挑釁 但是你給我看看 對 所以我今天在國防委員會 有質詢我們的副部長 第一個 我們當然對離島都有 所謂的未疆計畫 明杰剛才講的對 整個南海 所有的島礁都一樣 易攻難守 所以才會形成一個 形成一個動態的默契 就是你佔領的 我也不動你了 我佔領的你也別動我 不然你給我摸一下 哪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 換我把你拿回來 那不就打來打去嗎 所以以前菲律賓的島 怎麼掉的 他的部隊收回去 躲颱風 再回來怎麼換旗子了 那他也是可以把他打回來 他就不動 那越南也佔了一些島 在之前曾經發生過 越南跟中共的戰爭 中共搶了三個島礁的樣子 那越南是有能力拿回來 可是拿回來 後天換了他拿回來 所以他變成一個政治議題 那我們要先從吳釗燮的說法 基本上我們概念 不管從伊拉克侵略科威特 或者任何的戰爭 他都有兩個前提 第一個你的國防如果弱到不行 對 人家就會動手 第二個 國際架構對你不利 你的敵人可能就會動手 那這兩件事情 放在台海來講 你不要假 你不要真的 台灣人不要誤以為 你主張一中 中共就不會打你 國民黨主張中華民國 或主張同屬一中 你以為共產黨 就不會打你 當年從中國一路 一路打到台灣來 你們哪個不是中國人 可是台灣並沒有真的 跟中國發生過衝突過 那今天台灣如果軍事實力 是讓中共三小時 就吃下來的話 你就算叫習近平阿公 他都打過來 對 所以我們的實力 本身是最重要 第二個國際架構 如果國際的姑息主義 給了中共解放軍綠燈 他就可以慢慢跟你玩 慢慢打 那也很危險 那剛才明杰講得好 今年的國際結構 對中共最不利 這三十年來最不利的狀況 台灣就在今年 搞不好還會延續五六年 美國跟中共這個 就算是拜登當總統 這個結構改變不了 第二個我們台灣的國防實力 真的在馬政府的時候 加上馬英九 當國民黨黨主席 在立法院曹小野大 擋了這個陳水扁總統任內 六千多億 要買潛水艇什麼都擋下來 所以我們的潛水艇 慢了二十年 否則現在早就成軍了 所以台灣的軍力 最弱的時代 還好慢慢過去了 但我們還沒有恢復到 最強的狀態 到二零二三年 M1A2開始交車 到了二零二三年 第一艘潛艦下海 到了二零二三年 我們除了原來一百四十多架 F16AB升格到F16V以外 全新結構搭配四型油箱的 F16V66架 二零二三要交接 要交機 所以今年二零二零 到二零二三 台灣防衛的能量是 那個叫倍增 所以如果我們了解 那個國際架構 跟台灣本身的國防實力 再回頭看 吳釗燮部長接受 Fox News的專訪 吳釗燮是一個沉穩的人 他不會隨便亂放話 但是我們某些媒體 我今天看到好像賣先輩的媒體 把他弄得很大一半 頭版 就是說那個是包先輩用的 不過我現在還是要回來講 就是說 就是吳釗燮接受這一個 那個節目叫 The Story with Martha McCollin 他是一個節目在採訪他 他是主持人問他 就是哇 那香港被中共整個變一國一之後 接下來會怎麼樣 那吳釗燮的說法 其實大概就類似我跟你的講法 我們不能排除最壞的狀況 中共從來沒有放棄武力犯台 那他對香港的五十年不變 二十三年就變了 所以台灣必須強化自己的國防 也要尋求國際外交的協助 外交部長講這哪裡不對 所以他甚至於在節目裡面告訴我 說美國應該要進一步提升 台灣的軍事力量 所以我們現在就正在做這個事情 我今天質詢國防部的問的問題是 島礁易攻難守 如果他動了我們的島礁 我們有沒有堅守的決心 那被打下來之後 我們要不要發動部隊搭回來 他說我們這第一次揭露 我們有一個復歸計劃 你拿下來我一定發動兵力 把你拿回來 國土寸步不落 這今天是國防部長的話 哇 聽了以後信心打針有沒有 對 來吧 不要隨便打吧 當然不要啦